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这样印在了观众的脑海里 彼时顶着一张初恋脸的百元虫 一度被媒体称呼为日本最后一个美少年 就算是后来大活的木孙拓塞 颜值上也没有赢过百元虫 一谎言 二十多年过去了 已经44岁的百元虫 看上去还是那么轻手干净 而且和女朋友恋爱了12年的她 始终没有结婚 有人说她是被远配伤透了心 不再相信婚姻 也有人说她只是不忠忠行事而已 那么百元虫到底是为什么不结婚呢 1977年3月16日 百元虫出生在日本的兵库县神户市 父亲是一家公司的社长 母亲是个性格开朗的家庭主妇 作为家中长子 性格稳重的百元虫 一直对弟弟妹妹们照顾有加 1993年的时候 Gina杂志社主办的第六届 Gina Saber Bay选拔赛 正在大范围选拔选择的男生 作为一个爱好学习 又喜欢运动的男生 百元虫本来并不关心这样的活动 可谁知道 家里的一个阿姨 居然背着百元虫 把她的照片游给了杂志社 在众多少年中 长性清秀干净的百元虫 被主办方一眼相中 电话打到家里来的时候 百元虫还是有些不太关注 可奈何母亲很希望 在电视台上看到儿子的身影 就这样 百元虫被迫参加选秀 明明是个温柔斯文的少年 可他却能唱出令人振奋的摇滚歌曲 再加上 百元虫的长相实在吸睛 于是 他轻松拿下了本节大赛的冠军 但百元虫并不向往娱乐圈 或者说是成为一名被关注的艺人 不过百元虫的妈妈觉得 这是次不错的机会 并用百元虫最喜欢吃的拉面诱惑他 而百元虫入行的第一部作品是 《青春之影》 《客串主演》 这次演出经历 给百元虫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 在演出过程中 百元虫被骂说 台词犹如阿宝背书 毫无情绪可言 脸皮急饱到百元虫 新书重创 出演完这部电影之后 就跟所属社的老板说自己 要回老家考大学 然后毕业了 去当老师教书 社长非常有耐心 顺着这孩子的毛安抚他 你不是想见《中山美岁》吗 去《青春面世》就能见到 十六七岁的百元虫 《中山美岁》 就好比说服百元虫参加选秀的那碗拉面 无法抗拒如此诱惑的百元虫 老老实实的去参加了情书剧组的面试 并顺利拿到了藤景树的角色 哪怕是在拍这部戏的过程中 百元虫退出演艺圈的想法 依旧没有停止 时时刻刻都想着 回家老老实实的念书考大学 这部武术人戏目中的纯爱经典 所谓永远的藤景树 其实是在百元虫本人 极其不情愿的状态下拍出来的 不过《严谨G2》比先前那位导演 会调教演员得多 整个剧组的氛围非常好 看过情书的大家 一定记得这个镜头 穿着高中制服的百元虫 拿着书本站在窗边 风从外面吹进来 不紧不慢地掀开白色的尾幻 据说在拍摄这个镜头时 百元虫本人并不知道是在拍摄 《严谨G2》只是给了他一本书 让他读 并在他不经意的时候 拍下了这经典的一幕 不过这也是网络流传的说法 因为年代比较久远 不太能找到确切的资料来证实了 不可否认的是 这确实是情书中极其动人的一幕 午后无人的图书馆 少年少女间的悸动与错过 前段时间看到情书要被翻拍的消息 心里不免又是一阵叹息 想要再找一个男主超过百元虫 实在是太难了 找一位相似的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清冷凛联的少年感 百元虫是一绝 情书之后 百元虫和《九九美记》 又在《白线流》里合作了一次 《白线流》几乎可以说是 百元虫个人的颜值巅峰 他在里面演了一位 各方面都很优秀的男生 可惜并未让女主中情 爱而不得的痴情少年 真的是非常让人心碎了 同年 百元虫出演了漫画改编的偶像剧 《一文定情》 这部漫画后来被各个国家翻拍了无数遍 包括人界极高的台版 恶作剧《之吻》 但依然没有哪个男演员 能超越百元虫这位 初代入江之书 有点遗憾的是 这部《一文定情》的琴子 并不是那么令人满意 女二号小刀珍珠 倒真是美得发光 让人一不开眼 2013年 明虫自己翻盘了这部漫画 启动了由古川雄辉 和《未来岁香》出演的《一文定情》 来文台票 百元虫还在这部剧中 友谊客传了一个角色 在原作的设定中 紫树后来成为了一名非常优秀的医生 而百元虫这一版《一文定情》中客串出演的角色 正是一名医生 恍惚间有种看到了十几年后紫树的感觉 两代紫树在走廊上相遇 年轻的紫树看着他穿着一身制服走过 非常让人泪目了 95年到99年 是百元虫演艺生涯中一段短暂的巅峰期 进入七几年后 百元虫的演艺事业断崖式下跌 这其中又不能不提他出道后的极端感情 百元虫出道后公开的一个女友 应该是管眼美岁 当年百元虫应该是真的很喜欢他 采访的时候 说和他在一起后 看东西都是粉色的 两个人的具体分手原因至今不明 媒体推测可能是因为 管眼美岁 为偿款公司违约金 而拍摄了大制度写真 江湖传言 当年两人分手后 百元虫在采访中被问到这个问题 还气得跟记者标赃话 2000年 百元虫被拍到和新晋名模 田野浩子同会公寓 两个人是一月份的时候 合作拍戏认识的 两人当年在一起之后 遭到了各方势力的阻碍 不管是百元虫 还是田野浩子 都要求两个人立即终止关系 不然会切断后续拍摄工作 但双方都舞动于衷 宁愿被封杀 也要在一起 2003年 百元虫在拍摄 永远在一起的过程中 被诊断出 肩颈万综合征 不得不退出剧组住院进行治疗 在百元虫住院期间 田野浩子暂停了所有工作 心情照料他 第二年 两个人就低调结婚了 婚后 田野浩子不再在演艺圈工作 婚前爱得昏昏烈烈 婚后的夫妻生活 却没有维持多久 两个人在2004年6月结婚 同年9月 百元虫就被爆出了 著名的街头大人世界 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 百元虫在12月30号下午 两点半左右 开车经过市田谷区 途中遇到一位中年男子 在大马路上洗车 百元虫下车 见识该名男子 不要在马路中间洗车 会所爱交通 且遭到男子返枪 别人都能开过去 就你开不过去 两人在后续争执过程中 百元虫一气之下 绕着对方的额头给了一拳 随后被告上法庭 事后百元虫停止了演艺工作 替法召开发布会 向公众认错 却与对方家里登门直线 次年3月份 案子终审判决 百元虫按照判决 拍给对方20万 日本娱乐圈 是容错率很低的地方 演艺人员只要一犯错 几乎就很难犯人了 再加上 事发时百元虫 刚刚结婚不朽 还没有靠着作品 重新稳住粉丝的心态 就又犯了这样的错 百元虫的演艺事业 可以说是一落前仗 2005年9月 两人开始分居 2006年2月 结婚下不到两年的两人 就离婚了 关于两人离婚的原因 当年各路媒体猜测颇夺 其中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是 百元虫和天眼耗子的结合 得罪了当时日语圈的 大佬级人物谷口园一 两人交往时 天眼耗子谢谷口园一 所属演艺公司旗下的艺人 当时是经纪公司 打算力捧的对象 谷口园一非常喜欢天眼耗子 甚至由想要潜贵子的新闻传出 百元虫和天眼耗子在一起后 遭到了多方威胁 国口园一向百元虫 所在的经纪公司施压 最大程度的减少百元虫的拍摄 这个说法后来广为流传 最后甚至有传言称 当年百元虫打热案中 遭到的洗车白领男性 也是国口园一的手下 刻意挑衅 这个说法在2012年再次被翻了出来 原因是迷宏唯一 一位获得世界小姐荣誉的模特 吉松玉美 召开发布会 控诉国口园一对自己性骚扰 重复国口园一有一定的黑势力 以至于当初吉松玉美召开发布会后 没多少记者敢报道这件事 一直到安倍的太太站出来力挺吉松玉美 事件才得到了推进 至于百元虫和天眼耗子的事情 是不是真的和这位大佬有关 就不得而知了 经历过几年的空创记之后 百元虫和那天有机约会被拍 恋情曝光 那天有机也是90年代日语的大美人了 帅如小绿寻也曾经在节目上说 要是能见那天有机一面就没有遗憾了 说起来百元虫喜欢的女生类型 从外形上来看 一直都没怎么变 少年时期喜欢的中山美岁和现在的爱人 那天有机 其实在外形上有那么一丝丝的相近 都是带着英气和潇洒着的美人 其实百元虫和那天有机是旧相识 早在90年代 都处于事业巅峰期的两个人 就一起合作拍摄过广告了 后来一起合作了剧 在剧里 百元虫还为那天有机穿上了婚纱 不过两人再次相遇时 都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了 相爱多年 现在两个人对于婚恋的态度 基本就是不婚不育 那天有机觉得自己不算年轻了 生育宝宝对身体的损伤和负担太重 百元虫一方面心疼女友 另一方面自己也完全不想要孩子 两个人是理念上达到了重合的丁克祖 对于婚姻这件事 都有过一次失败婚姻的两个人 现在大概觉得一纸婚书 并不能成为感情的保障 亦或者是让其变得更牢靠 所以不要也罢 两人早年合作时的婚纱造型 那天有机本身也是非常有魅力的女性 她的前男友是福山雅致 就是结婚之前一直在交往的男朋友 说起来福山雅致和百元虫 也是有着奇妙的缘分 两个人一个是植树的原型 福山雅致 一个是初代植树百元虫 这些年两个人每每被拍到 甜蜜的气氛都能闪下狗仔的镜头 一起旅行 感情不被婚姻和孩子约束也挺好 这么多年过去了 大家还记得曾经的百元虫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咔咔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